你让郭文贵不讲下边山 你让他讲什么呀 你让他讲民主 他知道民主的定义吗 他可能也是在这个触碰 触碰这个习近平的底线 他看看到底习近平 能够容忍到什么地方 他估计也是这么个目的 对 这就是郭文贵带坏了风气 那就成灾难了 我们要保持底线 我们有底线 一个运动 像郭文贵这样的 能够珊瑚很多人参与 这都叫运动 一个运动必须得发挥这个探照灯的功能 就是说给大家指一条明路 就是说包括道德上的提升 包括思想上的认识 对吧 必须得这样 你如果拉着大家走向地狱 大家都是比赖 那不跟共产党一样了吗 你搞个机吧 有什么好搞的 对吧 性无能劲 只能就说没有挖到你的真料 只能拿那个离谱的料 给你往你头上愣套 他碰上你啊 更 他碰上你就算更碰上我有点类似 这他妈的 我们没有什么东西 你只能先给扣我一个帽子 强奸犯 再花10万美元去买料 你说这叫你妈的什么玩意啊 这不是 这不是扯淡吗 任何一个文明都不允许这么个做法 这就是郭文贵的固定套路 他在大陆玩流氓黑帐 就是这一套 你知道吧 他习惯 这个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加拿是违法的 这叫骚扰电话 知道吧 哎呀 他就是流氓 他把这帮人拉往地狱 他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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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日的呀 他就是一辈子习惯了 就是 就是满嘴跑火车 然后吹个大牛 然后所有的政府高官都是他哥们 你看到吧 连国王都是他的哥们 他这也是啊 就说明了他行骗的对象 郭文贵行骗对象素质太差了 真的就是在他的眼里 你们这些人 我只能编到这个层次了 你知道我受我我这个受郭文贵的这个这个这个 煽动啊 我就脑袋思维稍微有点动摇 是个什么事吗 他有他这个造料的保早期 他曾经说他自助过十个智库 哎 我一听这话 我记住了 你你不知道你有没有 啊 记住这个细节 他曾经说 他 资助了世界上十个智库 我想我靠能支持十个智库的人 那是 那是肯定是 对于人类的智慧啊 对吧 对于人类的这个 世界和平啊 这种 包括民主国普世家肯定是爱好的嘛 哈哈哈哈 全扯的 你看他这个铁公鸡 他怎么可能支持智库呢 哈哈 那是影视曹章青啊 或者影视杨建立吧 觉得这些人可能挺郭不利 哎 说到说到郭宝胜的案子 我这个 上午我刚仔细看了一下 就他跟郭文贵这个诉状哈 其中有一个要点 你心里有数哈 你知道郭文贵告他 这其中有一个是诈骗了哈 你知道诈骗的内容是什么吗 诈其他 你看他告别人 郭宝胜 郭文贵告别人 别人告郭文贵 绝大多数是名誉损失 名誉损害 诽谤罪 但是告郭宝胜其中有一项是诈骗罪 诈骗的内容是这样的 他说郭宝胜 那几次啊 那么两三次 我印象到至少有两三次吧 就是没有征得他的同意 自己非到温哥华说啊 我代表郭先生来看望你们了 哈哈 这话好像保胜确实说过 现在郭文贵现在倒打一耙 说我没有授权你代表我 你呢就是诈骗啊 你呢就是诈骗 而且你去之前和和和和这个代表我完之后 强行代表我你给我要钱 这个在法庭上如果有证据的话 那对保胜是不利的 那就到了法庭上的话 这种东西就扯不清了 一定是默认的 百分之百默认 如果不默认的话 郭文贵肯定当当天就骂上了嘛 对不对啊 他没有骂就是默认的 但是现在口无凭证了 现在他就说我他没授权你郭宝胜去代表我啊 你讲的东西不代表你那水平你的形象能代表我吗 那就说不清楚了 私下里朋友之间没事 一般没事啊 对不大不了解释一下 道歉 但是上了法庭 死扣法律字眼的时候这个就严肃了 这个不不是那么简单 就看扣不扣法律字眼 因为法官你想啊 法官不知道这个情况啊 你要是当法官的话 原告这一个说法 被告一个说法 你怎么判这个案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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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眼的地方 我给他吃了这个案子 你怎么疼 还有你这 appl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